如果他卸功夫卸不成 他永远就不会回来房工 所以第二天一早 他就出了房工 穿着普通人的打扮 跟平民打扮一样 没有人知道他是王族 没有人知道他是第一代泰王的弟弟 他就跑到山巴里面 独自一个人进山巴 过了几个月呢 忽然间有一天 在一个深山里面 他见到有一个帐篷 帐篷里面坐着一个年轻 很年轻的师父 黄一师父 他就进去拜这位师父 不过他心里面想 这样大的山巴 忽然间会有一位师父 能在这个山巴里面生存呢 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所以他一进去 他还没有开口 说要来拜师 那个师父就跟他谈得很开心 同时那个黄一师父 又表演了很多样法术 给他看 那个师父没有说自己的名字 叫什么 指着树叶 一下子就变成一条蛇 拿着一个手帕 忽然间又变成兔子 王那看了很有兴奋 他说这个是一个缘分 他能够见到的面前这个师父一定是不简单 所以他就跪着去跟他拜他 拜他为师 自从他拜这个师父为师之后呢 他下到很多样功夫 跟了六年 跟这个师父了六年 后来有一天 他就问这位师父 我跟了你六年 我还不知道你叫做什么名字 这个师父就告诉他说 人家叫我 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 是谁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他就拜上 为师 有一天他忽然间就告诉 龙普 说 我从你这边 已经泄到了很多样功夫 不过 因为他是泰王 第一代泰王的弟弟 手下还控制着很多军队 那个时候国家还不平静 时常有发生打仗 所以 他就说 想要做一般富派出来 用来分给这些军队呢 出去打仗 为了保护国家 所以他就拿这个问题去跟 草来做这个富派的料 龙普天不断就每一样灵草都告诉他 要找这样的药草 要找那样的药草 找九样的时候 才告诉龙普天不断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王那所写的功夫呢 已经很够高了 他跟龙普天不断可以说 他在这个地方一打坐 龙普天不断在极眼的地方都会知道说 他的徒弟有难或者有什么要求 马上就会到来给他 在他面前撕像 所以 他就准备了他的几样药草 就跟特普端告别 特普端说 如果你找到每一样到齐之后 就告诉我 我随时都会到来 他自从从皇宫出来到现在呢 已经六年多 没有回皇宫 所有的人以为他已经过世了 所以忽然间他再回头到来 他皇宫的时候 大家都很高兴 他就跟他的那些 那个平民说 叫他们找这九样药草 越多越好尽量找 不过 当他们找到的时候呢 就拿去晒太阳 晒到干 干了又来磨成粉 不过 伍布泰布洛古端曾经告诉他 说里面 其中有一样东西很重要 他这一般腐败 不可以用泥土来掺 不可以用地下的沙来掺 所以叫他找一样石头 泰国话叫做 就是一样很 有灵性的石头 也是属于 来来那一派的东西 本身已经有灵性 根本不需要念 都可以 所以就叫他找这样东西 如果一找到之后呢 不要用东西来磨它 就把它用火烧 烧那个石头 一烧好 烧到很够时候了 就用水去浇它 它那个石头就会 忽然间变成粉 所以他也找了很多麻袋的 这个石头 也找到很多很多的料 当这些东西一起到齐之后 他就定座 打座 用他的沙马帝 跟泰普段 他传话 忽然间泰普段 就在他面前 就现身 一现身了 龙普泰普段 就拿一包东西给他 这个是龙普泰普段 特别做的 一样粉 他说我这个粉呢 你只是拿这一把 你就可以 保护自己的生命 要去那里 你随时要 闻神 给人家看不到你 都可以实现 心里 想要求什么 都得到什么 不过现在 你要做副牌呢 做到 很多很多副牌 只要你拿这一把的 的粉 参在里面 已经很足够 很足够了 所以这个就是 泰普段 跟他说的 当每一样东西 都到齐的时候 龙普泰普段 就在他们的面前 打坐 打坐的时候呢 他叫这个 王纳 带坐他的 那些工程师 那些图画家 什么都坐在那边 龙普泰普段 就告诉他说 现在我所看到的 就是 佛祖 三个哉 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 总共有几个膜呢 都叫他那些 图画家 发起来 总共画了 十三个膜 就是十三个 不同的 pattern 过后 王纳就告诉 泰普段 除了这四三个呢 我还跟你 求两样 就是你自己的 今生 作为纪念 龙普泰普段 也答应他 所以 总共 做了 十五个 不同的模型 这些模型 都是泰普段 规定他的 结果 那些工程师 就画给他 画他所讲的 图画 画出来 龙普泰普段 看了很高兴 看了很高兴 他说 画得很像真的 就叫他们准备 说到 你要我什么时候 来念福牌 你跟我就告诉我就对了 叫他们去准备 印这些福牌出来 所以 王纳就叫那些工程师 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做了 总共 几万粒 佛牌 做出来了 这些都是 王纳所印出来的 佛牌 有总共 十五个 不同的模型 这个是 他其中之一 这些都是 不同样的 pattern 所以我们 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所印出来的 佛牌 是 我 我 感谢观看